大家好我是Warren 上次講完小誠佛教或者原始佛教 今次會講一講大誠佛教 Mahayana Buddhism 大約在公元二世紀左右 佛教的信徒大大增加了 對於佛教的教義起到根本上的變化 有一群修行者認為單單的自我修行 達到自我解脫不是最圓滿 所以他們想弘揚佛法 讓所有人都可以得到 因此他們由原本的被動式 單是在山林寺廟裏面去念經 持誡修行 改變成主動式 到處去講經 起寺廟 傳道 辯論等等 他的目的就是讓所有人都可以接觸到佛法 所有人都可以離不得 正因為這樣為眾生的目的 小成的木墳或小船就應不夠裝 所以他們就要駕駛輪 來載所有人去比喊 因為這樣他就自稱為大成 Big Boat 他們認為如果可以這樣做 就可以累積到很好的功德 未來就可以降伍成佛 因為這樣 大成的人就認為 他們可以達到的最高境界 就不單止停留在阿羅漢 而是更高的境界 佛 所以大成佛教就信奉了很多不同的佛 因為他們相信在這個世界裏面 不單止只有地球上的 釋迦瑪尼佛 在其他的平衡時空宇宙裏面 還有其他人收到佛的境界 就好像 阿里陀佛 大日如來佛 弱師佛 微勒佛等等 所謂大成佛教體 我們會看到很多不同類型的佛像 就好像這尊來自清代的阿里陀佛像 由於在無盡的世界和時空裏面 所有人都可以成佛 而每個佛都有他們成佛的故事和原因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不同的法器 手印 造型 對裂等等 來分辨這一尊究竟是甚麼佛 在藝術史上 這個做法就叫Iconography的研究 我們究竟是誰得知這一尊就是阿里陀佛 給你幾秒鐘時間看看 對不起浪費了你幾秒鐘 這尊木佛的手就缺失了 沒辦法看到他的手印 而其他線索也被隱藏了 其實我們之所以可以知道他為何是阿里陀佛 就是因為他的隊列配置 不過今天不好意思 忘記了戴利 Studio 我們可以看看 他其實就是一佛二菩薩的配置 在這個年代通常這個配置就稱之為西方三聖 也就是阿里陀佛 配觀世音菩薩和大世子菩薩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一尊擺中間的就是阿里陀佛 其他類型的配置還有所謂的三聖佛 五方佛等等 曾經有一個啟蒙果佛學的收藏家跟我說 如果你真真正正想 summarize 甚麼是大乘小乘佛教 八個字就足夠了 緣起聖空就可以用來總結小乘佛教 真空妙友就可以用來總結大乘佛教 這八個字裡面穩含著的內容其實是極其豐富的 我正在講幾個小時 以後有機會再拿出來討論 我的簡單解讀就是小乘佛教 透過教人用緣起聖空的觀點來看世界 從而教人放低執著 是屬於被動式去接受緣起法的 而大乘佛教同樣都是adopt了空的觀點 但他覺得被動式不夠圓滿 所以他主動去embrace這件事 用緣起法的力量去弘揚佛法 去累積功德 希望更多人都可以接觸到這個佛法 兩邊各有好處 屬於不同的選擇 我覺得宏觀一點來看 其實無論是歷史上、哲學上都好 他們的發展都是屬於一個必然的階段 今天就講到這裏 希望這集的內容都可以幫大家解答 對於大乘和小乘佛教之間有什麼分別的問題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疑問 歡迎大家一起討論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出去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